Hello,大家好,今天带着我们的Peter先生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柬埔寨的房地产,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呢,因为我们Peter先生是波兰人,他有不少的波兰朋友想要了解柬埔寨房地产,今天通过这个机会呢,我们的Peter就来了解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在柬埔寨做房地产的,顺便他学习完这个视频以后,会带给他波兰的客户们,介绍给他们,那Peter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吗? 就是今天来这里,我没有想到这里我会那么专业,但是我也很好奇,因为我特别想了解这里柬埔寨的房地产市场,因为其实目前在波兰有很多客户是对柬埔寨房地产感兴趣,他们有些人想买柬埔寨的公寓 好,那我们现在去进去看看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去以后,我们会有专业的销售人员会给他介绍这边的房地产,到时候就会有Peter先生自由的发问 我们用非常自然的形式把这个经营下去可以吗? 当然可以 请你不要有压力好吧 好,那我们往里走 走吧 好,现在我们已经进到我们的收落部里了 接下来有我们的小石先生和我们的Peter先生会一起介绍我们这个楼盘 今天就用自然的方式来进行,没有太多太多的那种专业名词 希望大家只是看个过场 那我们的项目的土地面积是在6685平方米 总共有130米高还有33层的 基层这边就是属于我们的商务配套 然后顶楼这边就是属于我们的娱乐配套 我们的2楼到4楼这边是停车场 A洞就是从5楼到14楼是我们做的从办公室内 到5楼到28楼是我们的五星级Wonderham酒店 是投资的产品 B洞这边就是比较单纯一点就是我们的从5楼到28楼是我们的公寓 住宅有一房两房的产品 项目的顶楼从29到32的两楼就是我们的大平城 面积是从220到差不多在900左右都有 合并在一起那种 顶楼的话就是娱乐配套嘛 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环球美食餐厅 30米的一个无边距游泳池 后面还有一个Sky Bar B洞顶楼一边还有一个健身房啊 Spa馆啊 儿童有乐器等等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天空跑步道 然后我们的项目现在是有三大的创级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设计 从底部到顶部的是做的一体式设计 基层这边是做一个气型的营兵 2楼到4楼做格架 间济通风采光 同时也拉高了我们的标准层 我们标准层在25楼 差不多也有25米高了 项目的一些外观我们是使用的一层礼包板 一层玻璃栏杆来分成交错的用的曲线设计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灯光进化 我们就是把整个的玻璃栏杆下面的安装都是安装LED灯条 在不同的时间它会闪出不一样的光景变化 我们也获得了三个金奖这一边 这个项目是什么时候盖的 我们项目是从19年盖的 这里一共有多少停车位 有437个停车位 那这边请我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的地段 我们的项目是在今天最中心的一个区 在马卡拉区里面 也是我们今天核心中的核心 我们的项目离像总理府啊 国家议会啊 国防部啊 县平司令部 只需要500米的一个距离 有超市啊 有学校啊 银行啊 医院等等都有这一边 如果你直接想到比较大一点的超市 我们也可以 步行5分钟就能到我们的奥连比亚商圈这边 里面也有我们的体育场啊 以及shopping mall啊 物业市场 本地的传统市场都有 从我们的项目往东一点 就是到我们的模拟翁大道 模拟翁大道就是我们这边叫做一个金融大道 世界各国的银行都寄住在一边 包括安达银行啊 家伙银行啊 public bank银行都有在一边 所以从我们项目到达 模拟翁大道这边只需要一个10分钟的一个距离而已 再往东的话就是到我们的旅游区一边 所以我们有皇宫啊 国家博物馆啊 这些旅游区河边 从我们项目到达 这边只需要差不多20分钟左右 再往南的话 就到达我们的BKK区 整个金边的27个大使馆的一个区 从我们项目到达BKK区 只需要差不多20分钟左右 然后再往西的话 就是游到我们的俄罗斯大道 唯一条往机场的一条大道 从我们项目到达机场只需要也是20分钟左右 往北的话就是万古湖这边 也差不多也有10分钟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我们项目是在金边的市中心 不管你往西往东往北还是往南 差不多都经过我们的项目这边 所以我们项目你想去东西南北 只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的一个距离而已 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离飞机场多少公里 差不多在10到11公里左右 这里附近有一些国际学校吗 因为如果有一些博览客户想在这里买房子 带一个家庭 有孩子要上小学 我们项目的后面西边这边也有一个国际学校 西边国际大学 在我们这个销售部的旁边 这个位置4万是比较安全吗 我们的这个马卡拉区是今天最中心 我们的行政特区是在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这个区比较安全 带你们去看一下样板间 好 我们的酒店房 就是你所看到的全聚街机 街店都包含在里面 零包必须 我们的酒店房这就是10年包租的产品 第5年8块7美金 每平方米的房租 每年差不多在7%的回报 第6年到第10年的 酒店房租是扣于原始成本之外的一些利润 夜酒分7成酒店分3成 这里一共免积多少平方米 我们这一间是最小的46瓶 我们有46瓶到71瓶 是在A栋前面那一栋的15到28楼 所以我们返租就按照平方米来返租 这一间800到900美金每个月 唯一这边我们都使用的德国的品牌 像Grohi和V&B的5星级的品牌一种 我想问一下这种房子 100%有它吗? 外国人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务买 都是永久产权 第5年中间也有一个回购的产品 像酒店房如果你不想要了这个酒店房了 你也可以延价回购给我们 如果你想继续的话 第6年到第10年的房租 就是夜酒分7成酒店分3成 然后第6年到第10年的房租 一年有一个月的时间 很多自己的办公室都可以 10年后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你也可以延价卖给我们开发商 办公室只有天地币 独立的卫宜 霸台 其他项目的办公室一般是都使用公共卫生间 但是我们是使用独立的卫生间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个外国人在江波寨注册公司 那可以用地址注册公司吗 可以可以的 只要公司注册的时候 都可以用CEO的地址来注册公司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公寓产品 这是一房面积是在72-78左右 我们的门就是比较宽 其他门差不多在90公分 但是我们是1.2米 然后都使用了6件套 有密码、指纹、缩卡、钥匙 然后也可以在手机上开门 我们这一房 我们没有做隔间的那种一房 我们是使用了360度的电视墙 来跟我们的客厅 还有我们的卧室是分开来 一房我们都有浴缸在里面 其他项目就凭水做到两房 但是我们不做两房 只做一房 为了我们的客户月族 他们住在里面住得舒服一些 这个房间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如果总价的话是在22万23万 一平方米是在差不多在3100到3500左右 因为我们的楼层不一样 朝向不一样 如果一个客户卖了这套房 这套房间 他每一年要花什么管理费 有吗?又这种吗? 我们这边的管理费是1.5美金每平方米 我们是由5星级万德姆酒店来管理整个项目 那这里电费和税费是多少钱? 电费是0.25美金 水费是0.75 这是我们的两房 面积是在138平方米 比较大的两房 对 你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左边这边是一个开放的厨房 客厅比较大 也使用了三分之一的坪数来做我们的客厅 我们的两房就是在我们的厢户 就是一层就两户而已 是在厢户的边间 都是做那种落地窗 看到景观是特别的好 客房 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给小孩房都可以 这里所有这些设备都是包含的吗? 我们这边是有两个郊屋 就是一个是减装 减装的话就有我们的外衣 厕所一边 还有我们的厨房 如果你想要精装修全部接机接电的话 这间200美金每平方米 这边就是我们的客位 我们也都是使用的德国品牌 Grohi和VMD 主卧这边 使用了三分之一来做我们的主卧 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的书装台 女士的书装台 一毛间 我们的项目这边也都是落地窗 我们的外衣一边比较大 我们都是使用了四件套 有干丝分离 还有我们的浴缸都有 这种房子如果我是我自己买 或者我们可以互买 然后想给别人出租 租金能多少? 如果说租金的话 刚才一房的话 可以租到1200到1400左右 如果我们的两房这边就是可以租到差不多一千八到两千 在柬埔寨外国人可以申请贷款吗? 我们这边就是有三个银行和我们商务合作的 其中有一个叫做PPC Bank 外国人可以贷款 但是已经能带50% 那我们现在上去文章板间 好的 好 这边请 这一边是我们的进出口车道 可以进到我们的二楼到四楼的停车场 我们的酒店大堂挑高18米 是全境边这边最高的大堂 我们是使用的大食材 大理石来做一个器型的大堂 所有的博览朋友 他们想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们的交务时间是在今年的六月份 现在买房间的价格跟六月份的价格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现在的价格就是我们的春节 今年嘛 所以价格比较有优惠一些 所以在六月份的话 就是到交务价格可能会涨价 然后优惠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这边请 二楼到四楼的停车场 我们A洞前面这一栋有五步电梯 三步是给酒店的 两步就是给办公室用的 这是刚才我说的24小时的西餐厅 这边就是我们的前夜西餐厅 然后这边有红酒雪茄馆 有KTV室 有宴会厅 红酒雪茄馆就是使用了前十大的红酒和三大的雪茄 就是这里住的人能用 在我们项目的人才可以用 我们是LiSING集团 还有打在一个APPLiSING APP 对在手机上可以点 就是想预约 KTV室啊 红酒雪茄馆啊 宴会厅啊 都可以使用 电梯我们是使用了讯达品牌 每秒速度就是三米 然后我们的电梯里面就是包含了我们的净装修 有空调 有WiFi 这边就是我们的走廊 我们的走廊就是使用到这种食材 可以进来 我们是做精装修给客户 我特别喜欢去看你们今天的风景 这边请 这边是阳台 其实这边就是东边 东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东里萨河 还有湄公河 然后黄色那边就是我们的金边的皇宫 这边还有看到我们的瑰丽酒店 还有总理府啊 还有国家议会 开窗面小 我感觉这里比较高 这里高度是 我们的高度是在三米二 这就是我们的两房 138平 进来又能看到我们这边 就是做一个开放的厨房 西边没有高楼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飞机起架啊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日落 但是两房这边都是我们的 做一个落地窗 客房 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个房子是非常不错的 付款方式怎么样 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现在的付款方式是定金2000美金 首付是30% 60%我付差不多两个月 交房的时候再付10% 除了这一个付款方式 还有别的吗 我们还有一个首付50% 还有50%就是跟银行贷款 我想知道后来在这里如果有人买房子 那这里所有的东西可以使用吗 是免费的吗 可以用 越久都可以使用 这边是游泳池 然后上面这边就是我们做一个sky bar 那一栋上面我们是环球美食餐厅 330米的一个跑步道 然后这边就是西边 可能看到很远的一个景观 因为很多高楼 基本上都是高楼 我们今天就到这 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也看到了你的整个项目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 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波兰朋友来柬埔寨 在柬埔寨创造自己的未来 谢谢你